不要笑了 不要不要 大家好我是茶叶蛋 今天要说的是看似身交体落 却是金肉魔人的练柱甘露斯密里的故事 甘露斯密里鬼杀队中的九柱之一 除了重柱之外的唯一女性 身材非常性感 由于太过性感的关系 就连成的猪器的贪长跟她说话也会碰鼻血 已经进入青春期的玄米 根本没办法跟她说话 欲欲收到的隶属于影部队 负责设计对服的色鬼裁缝 前田政府的欺骗密里因此 误认为鬼杀队女生制服都是场凶行的 直到看到蝴蝶人之后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但自己无论如何都没办法 像人一样忍心把她给烧掉 所以就继续穿着她 在断大春时也有穿过一件带有花卉图案的和服 脚上穿的条纹柠檬绿袜子 是一黑小巴内送给她的 密里有着奇怪的屁号 会不断在她脑海中撑上别人 也相当害羞对别人总是温和友善 尤其是对一黑小巴内 同时她也很容易心宽不太能接受别人的批评 尽管有着如此温和的局质 她仍然不会怜悯鬼 虽然是女生但身体里却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 在九柱八手腕的排行榜终于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力气比侠蛇重柱还要大 然而缺点是这样异常的肌肉质量 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活动 因此密里的食量是比上个项铺力士还要多 也因为食量大关系她的伙食费高的离谱 密里使用是像鞭子一样纤细而柔软的日轮刀 刀刃不意外也是粉色的 有着强力韧性的伸缩刀再加上柔软的肌肉 因此它被称作为最快的柱 由于挥动这种日轮刀有着一定的难度 所以只有她能用它 相同于蝴蝶忍小巴内天元星明他们使用的武器是专门为他们制造的 蝴蝶忍和星明使用的独特日轮刀是来弥补他们的缺陷 密里则是利用她的武器来提升她的天赋 好那问题是这个剑是讲收进剑鞘的 收进剑鞘时密里会像这样把剑弯曲起来 在收进剑鞘里 密里一出生时发色是黑色的 由于吃了太多自己喜欢的蝴饼 因此在实剑时她从上大肩把发色变成了樱花色 之后渐渐变成了粉绿色 也因为这奇怪的发色以及超乌常人的能力 她被其他人视为怪胎 在相亲时也一直遭到拒绝 为此她还把头发染黑了还专做弱女子 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普通的女孩子 甚至还可以忍住了自己的私欲 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有人愿意娶自己 但密里却发现这种用缓言换来幸福 并非自己想要的 自己吃得多身体壮头发颜色很奇怪 那才是真实自己 因此密里最后一次相亲最终也不了了之了 为了找到一个比自己强的父君 她加入了鬼杀队 直到她遇到了主公大人跟她说 你是受到神明特别眷顾的人 为自己强大感到骄傲吧 密里终于不再顾忌别人对自己的非议 乐观开懒的活着了 之后密里线是成为了前任岩柱练一点兽朗剂子 后来自发研究出岩之呼吸的延伸呼吸 练之呼吸 并一举成为了练柱 其中的练之呼吸招式是以猫为名的 原因是她小时候曾养过猫 非常喜欢猫 有时也会和行明一起讨论猫 初至登场在柱会议时 中柱讨论如何处置探长和她变古人妹妹 在主公大人登场前 许多柱都坚持立刻处置探长 但她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柱不同 劝大家不要着急 在主公大人询问中柱是否愿意接纳探长和她妹妹时 密里是第一个表示同意的 在段到春篇章 当她这样刚到达段到春时 遇到刚泡完澡 穿着暴露的密里正向她奔来 密里赶紧哭着向她抱怨着 她刚问了一个男孩的名字 但那人没理她 即使她是柱 事实上刚遇到密里的玄迷 只是不上场与女孩子说话 再加上当时密里穿着十分暴露 让她很害羞 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密里因此大受打击 刚泡温泉后的好心情也被毁了 探长赶紧安慰到送人晚餐 已经快准备好了 听完后密里立刻振作起来 愉快唱着歌走了 当晚探长迷斗指密里 三人一起愉快用餐 在离开前密里还给探长一个微笑 感性的说下次不知道 还能不能活着见面 鼓励两人都要继续努力 这时密里突然想起了什么 在憋着耐心等待她的影之后 在探长的耳边小声的说 村子里有一个秘密武器 可以使她变强 让她去寻找到她 留下碰鼻血的探长离开了 反而还没离开多久 密里就收到上级的紧急命令 得知了半天狗和玉湖襲击村庄的消息 于是急忙赶回了断刀人之村 他奔向主房屋迅速砍倒 受到玉湖攻击的村民们 村民们表示长得太可爱都忘了是住 我可不会对作恶伤害人的家伙心动哦 使用炼之呼吸三只行初恋的战力 救下了濒临危险的村长 在探长快背半天狗最强分身针的木龙 自己吞没时 密里及时将其头部切成两半 把探长背在背上放在盘后 密里再次向半天狗奔去 却没听见背后探长的警告 小心作战对手是善贤 密里要针立刻停手 想也知道针不可能就此停手 他撑回密里你针女流氓 密里因齿化大受打击 这时针使用血鬼术雷沙 召唤木龙从口中发出范围巨大闪电攻向密里 毫不由于密里使用炼制呼吸三只行 炼猫食语 宛如猫而跳跃的轨迹一般挥动刀刃 胆下所有攻击 密里此时心中充满怒气 尽管正外表看起来像是孩子 但她的举动不可原谅 再叛单战也被密里实力震惊到了 密里继续与身作战 她躲开枫叶半山洞的重击 并使用炼制呼吸第二行奥拿军弦之链 进行高速移动 同时摆动刀刃进行斩击 其中一只木龙从嘴中发出另一个攻击 血鬼术雷沙又一次发出范围巨大闪电 其威力足以急碎大地 密里在此使用炼制呼吸第六行猫足练风 回转自身进行回旋斩击 同时劈盖敌人的攻击 除了身体的超强体力和耐用性外 密里还具有令人乃滋性的柔韧性和灵活的反应能力 此时密里的实力超乎真的预料 为了更伤害攻击 她不得不使用另一种招式 血鬼术无间叶树 召唤出无数巨大木龙互相翻腾很少一切 密里对主是广泛的范围攻击感到有点紧张 没有自信自己是否能挡下所有木龙 虽然如此密里还是发动了练之呼吸 舞之行摇摆不定的烈情乱爪 挥动刀刃进行乱数的连续斩击 化解了血鬼术无间叶树 密里竟有缝隙越过攻击迅速接近针 毫不知自己中了针的计 针张开了嘴 密里疑惑片刻 道已挥向针的脖子 这时针依然镇定置落 毫不畏惧被斩首 因为她不是针身 即使被斩首也不会死 瞬间从自身口中哄出能够轻易食人体 瞬间崩溃了超声波 声波产生的冲击力能将敌人直接吹飞 原以为近距一次的这招的密里 会被针的身体自力破碎 但密里还保持自己的身体形态 实际上密里在察觉到攻击时 及时奔紧了她说的肌肉 她具有特殊的肌肉结构 密度是正常人的八倍 虽然她的四肢看起来很瘦 但其实具有令人耐自信的力量和耐力 因此到近距离超声波的攻击后 依然可以保持她的身体结构 但也失去了意识 这里她的实力与她的龙帽不符 曾决定立刻粉碎她的大脑和头骨后 再吃下这高品质的肉以提升自身能力 在她清醒时看到探紫的迷豆子 玄迷杀人都铺在自己身上 是她们把自己带离了针 她自然宣称她们必须保护密里 因为她是她们的希望之光 只要获胜的机会她们都不会死 甚至她们闲聊不放过时机 正发动了另一次快速攻击 但密里贯穿了一切 密里心中懊恼着自己竟然 还要被比自己低阶的人搭救 这还配得上住这个称号吗 她以往总会克制自己的力量 担心自己身为女孩子 这样强会被人家称为怪物 但她现在不会再这样想了 她正坐起来她要保护所有人 不会让任何人死去 鬼杀对是她隆身之处 不会输给邪恶的人 她冲向针穿棍汉木龙 必须要使血液循环 提高心率 以更快更强速度躲避及发动攻击 当心自己的真身会先被处理掉 正试图主要寻找真身的探战兄妹和玄迷 但被密里阻止了 在压抑于密里的速度又再次提升时 注意到她锁骨有某种胎记 这是她之前从未见过的 原来密里在不知不觉中觉醒了斑纹 形状是两颗星上下颠倒 彼此相对两侧都有天使之意 这个斑纹非常符合密里给人的形象 真抛出了另一个攻击 但密里继续削减她 真非常傲劳 但她知道密里不会永远这样持续下去 迟早她会耗尽体力 像当密里感觉耗尽了全身的力气 自己像快死掉一样 探战杀死了主体 身为分身的震担也跟着消失了 密里倒在地上流着喜悦的泪水 她跑到了探战那里 跟大家抱在一起 为他们胜利哭泣 在村子的战斗上后工作结束之后 密里和探战兄妹以及吴依朗玄迷等人 一同防卫鬼杀队本部 事后密里和同样身为助吴依朗 警用的三天就完全恢复了 在祝合会议上 密里解释自己觉醒般若的方式 做出了和探战大同小夜抽象性解说 最后才发现自己的解释根本没人听得懂 因此害羞的想单产找个地洞钻进去 最后还是由小座石头吴依朗替自己解释才说的明白 在无限城决战 密里和小巴内遭遇了善险式明女 不加失所密里跳下墙向明女冲去 明女用她血鬼术竖起了一道墙让密里倒下 察觉到自己太鲁马冲动了 密里又羞的想钻进洞里 小巴内抓住她将她安全带到另一个立足点 密里开始操纵空间攻击她们 密里和小巴内两人虽然联手向明女发动了攻击 但因为密里和血鬼术能够自由改变无限城内的格局和空间 因此两人对她的攻击几乎无法命中 一直在被明女拖延着时间 与明女战斗一段时间后 小巴内和密里被乌鸦告知无产已复活 并接到命令与其他做集合 在密里和血鬼术的帮助下 密里和小巴内终于能够摆脱明女 并前往协助与无产战斗中的义勇和探长 密里用这些血鬼术让无产通过明女眼睛 看到了密里和小巴内两人已死的假象 使无产因此放送了警惕 此时战斗中的探长应右眼失明而来不及闪躲无产的攻击 这时密里和一黑即时冲破墙壁赶到 救下探长 见识到无产的实力后 密里在内心不断祈求严助行民赶快到来 随后密里在闪躲无产的攻击时 因回一起此前和遇死狼之间的对话而意外走生 在差点被无产集中之时 探长投出已经使去了普通队员的断刀集中了无产脑袋 使密里避开无产致命一击 没过多久无限层冲出了地表 并在地表上彻底崩坏 重燃和无产因此全部逃脱出无限层 距离日出大约还有一个小时半 为了不让无产逃走 密里开始与小巴内义勇一同迎战无产 用尽最大的努力拖延时间 但已进入完全铁 无产实力太过于强大 仅用灵力无别刺边攻击就让三人陷入苦战 随着战斗继续 无产的进攻频率大幅提升 学历不及的密里便被无产用刺边割伤了脸颊和肩膀 卓尔的一部分也被扛伤了 看到密里受伤小巴内奋不顾身的扑过来救下密里 进他带到安全区 把密里交付给了一旁的影队员 让他找到玉死狼替密里治疗 等一下 我还能继续战斗 这次我不会再扯后腿的 密里十分懊恼自己在这场战斗中 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把密里交给影队员后 小巴内在下绷带 似此如归的冲向无产 密里在无法压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朝着远去的小巴内大声呼唤到 不要死一黑 但小巴内却没有回应他呼唤 那最后小巴内和密里这对CP 会不会有好的结局呢 我是茶叶蛋 那大家下次见 喜欢鬼滅别忘了订阅